哈喽大家好我是祥林 那么欢迎回来我们的荒岛求生 直接开始我们上一次的存档 那上一次是到了一个我曾经到过的岛上 后来我回去看过了 就是在我的第十一集迷路季 我第一个登陆的岛就是他 我离开我的岛的时候 就是他是第一个登陆的岛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稍微看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其实 我这一次就算想要回去 也还是有很大的几率会迷路的其实 哦天啊 因为怎么讲呢 他终究还是说你只要稍微缺乏一点点方向的话 你就会迷路 绝对是如此的 所以我可能就也不太清楚吧 现在的话我看一下时间点是 在早上八点 早上八点 那赶快 趁现在早上八点的时候呢 我们赶快滑到就是 我之前自己查看的那一个地方吧 那 嗯 可能是要往这边去哦 总之呢 我先回到我自己原本看到的那个点吧 就是我登陆上来的时候 好像是沿着这个海岸边 我看一下是哪边登陆的 当然要顺着太阳的位置吧 因为上次我很明显的是朝着北方出发的 没错 哦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上次呢我其实是从这边登陆的对不对 我上次从这边登陆的 所以说 我如果要回去的话应该是顺着这边这样子回去 那可能是那一个岛也可能是那一个岛 怎么办到底是哪一个哈哈哈哈可能是 哈哈哈哈 有两个岛怎么办啊 那这边说我又可能又是会跑错方向啊 对不对 有可能的 那不然这样好了 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这边先储存一下 如果我这边跑错岛了 我跑错那一个 那我就往这一个跑就对了 所以我现在先去那一个 我看看我到底会不会跑对地方 哈哈哈哈 好悲惨哦 最重要的是我的状态不是太好啊 不过我身上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就先 啊怎么讲拿回去丢一下 等一下 这岛上不知道还有没有些东西哦 啊我还是先回来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东西 因为我还有一个多余的空间可以用来放东西嘛 还是不要说浪费了 所以就拿一些岛上这个岛上的资源回去吧 可能是椰子啊还是什么 最好不要浪费自己身上的空间 每一趟出来都很重要 居然是螃蟹 螃蟹我就不拿了 小石头的话倒是可以拿一下 小石头倒是可以拿一下 对的我拿一下小石头吧 哦天哪 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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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layer是闪光弹还是照明弹 他的中文到底是应该是有很多种说法吧 他中文应该太多种说法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到底大家什么习惯怎么叫他 不过应该都还好吧 应该都还行的 这边的话OK四个石头就剪完了 再来的话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再储存一次 所以呢就很明显的就是我站在这边 可能有两个岛是可能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岛都有可能是我原来的岛 所以在那边储存一下 那只是我个人觉得说比较好像比较有可能是右边那一个吧 所以往右边那一个去吧 希望这一次不要再迷了路了 各位这次有希望啊 记得这个沉船吗 记得这个沉船吗 我离开这个岛没多久之后就遇上这个沉船 所以应该这个方位是没错的 我这一次应该是会滑对岛了 就是眼前这个岛应该就是他没错了 可是我已经滑了 我已经滑了三分半钟了耶 我滑三分半钟还没有滑到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有这么远的吗 哈哈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 因為通常這個在大海上面都會有所謂的洋流嗎 洋流是那個 海本來就會自己不斷的在流動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你一直 人家就躺在船上面 然後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他也會自動就把你根據洋流 然後把你送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去 你不會一直都禁止在同一個地方的 我不曉得這個遊戲有沒有這樣的設定 看起來好像沒有啦 這個島很大沒錯 有那麼大的沙灘應該是我原來的家了 我覺得這個遊戲如果後面加了洋流的設定的話 應該搞不好就沒多少人想玩了 因為會發瘋的啊 除非你有指南針 不然的話你根本就不太可能知道說自己的那個家 到底實際上會是在哪裡喔 那我現在滑回來了可能就是這個島 應該是沒有錯對吧 只是眼前 眼前我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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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基地啊還有我的那個都還沒有刷出來 大基地啊還有 應該應該是了吧應該是你了吧 應該是你了吧我的島 是嗎 是嗎 是的我的基地刷出來了 對啊 我回家了 哈哈 啊 啊我回到家了 天啊看到這個的時候 雖然會很興奮啊 可是最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我們的保實度啊什麼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既然回到家了先讓我儲存一下好了 先讓我儲存一下 我看我的保實度什麼的果然都已經下降很多了 那在這邊的話呢啊 當然有人跟我講說是要一個膠帶 然後還需要一個那個木棍嗎 然後說這個這幾個引擎才能夠合成的 嗯 現在也許也是這樣子吧 哇天啊我終於是回來了 那原本出去只是說原本是說說什麼 嗯 口渴嗎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這邊都好像是已經被我給 這個都是被我給喝過了也就是說 在我自己這個島上面呢 可能已經沒有什麼椰子汁可以喝了 所以我才要出去外面找東西嗎 找水啊最重要的是找水桶 那現在的話水桶當然也還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喔 我先把這個螃蟹先吃了吧 吃個螃蟹螃蟹的話補的保實度應該是不多的 對完全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保實度呢 終究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欸我如果帶三個椰子回來而已喔 好那小石頭的部分呢 你先往這邊全部都丟了吧 因為啊石頭的話真的數量是比較稀少一點的 還有我的氧氣筒呢 呃 我不太清楚說會不會有有使用到他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在玩的時候有沒有什麼 會使用到他的時候 這個我不太清楚了 那這邊的話有兩個抗生素可是沒有什麼用 然後一個是那個 哈哈信號槍喔 一個信號槍也沒什麼用 那這個是park knife 就是那個很小的刀 好像都沒什麼用 哈哈 這邊刀應該也可以重疊四個吧 那乾脆又帶著重疊一下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的當然寶石度 口渴都還是一個問題喔 那 這個鯊魚居然還沒有那個 欸這上面寫了什麼 喔 我剛還以為他寫的是你煮過的什麼椰子 所以寶石度當然是沒有問題啊 但 最大的終究呢 最大的問題呢 終究還是 啊 口渴啊 口渴啊 那他有沒有長椰子啊 之前就是在想說他會不會長椰子的 總覺得應該是不太會啦 總覺得是不太會的 希望他會長椰子啦 可是 欸這個還有兩個椰子在這上面啊 是我沒有看到嗎還是要長出來的 這邊還有兩個椰子耶 天啊是我沒看到嗎 欸那個椰子去哪裡啊 我在這裡不要滾不要滾不要滾 天啊最寶貴的 最寶貴的水來源啊 果然 在上一集呢 我們堅持著我們自己的信念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家了 就是這裡了 只要堅持著信念就可以回到家了 生存總是有希望的 多麼勵志啊 多麼激勵人心的一集啊 對不對 我總算是回來了 當然這個只是因為我還可以有那個嗎 SL大法 儲存讀取大法 SL大法 好啦那這邊的話 當然最重要還要解決的問題呢 並不是我什麼基地給搭啊 還是一樣啊 終究還是得找到一個 水桶沒錯 所以呢我再劈一下這個 我喝一點 我把他喝了一口之後呢 我看有沒有把他先劈掉好了 喝完了我就把他給劈掉好了 以免我那個搞混 因為我覺得說他還是可以喝的這樣 所以喝完最好還是把他給劈掉 別人可以吃的狀態 那現在的話狀態都還蠻好的 那我可能要先出發往其他的島上去了 沒有錯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是不是又會再一次的回不來呢 這有點我不清楚了 啊布的部分我還是先跟這些東西放在一起好了 也許哪一天他就會跟某個東西 所以莫名其妙就可以合成了這樣 OK那再來就是這個啦 然後我把他往這邊丟吧 斧頭的部分要不要帶呢 應該不用我不太想要帶斧頭 因為因為有這個了嗎 所以我不帶斧頭了 那因為我也還沒有找到過膠帶 所以可能也無法先把那個引擎給合成起來 好那出發之前最好先儲存一下 以免我再一次迷了路了 這一次的話我要往哪邊出發呢 因為太陽在那邊下去了 等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導致我上一次判斷錯 那個判斷錯誤的原因了 太陽怎麼會從這邊下去對不對 我是從那邊滑回來的 而且根據我原本的計算 這邊滑回來應該是南邊喔 所以我這邊面對應該是北邊才對 可是太陽卻在這個方位 也就是說在這個遊戲世界裡面呢 太陽並不是從正西邊下去的 才會導致我上一次迷了路了 然後我就誤打誤撞 我其實那個上一集在亂滑的時候 其實誤打誤撞了 我是往 原本好像說是往哪邊啊 往東邊還是往西邊 但是我最後要繞往北邊去了 就我認為的北邊 所以說我才會變成說現在這個樣子喔 那麼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說 必須要有一個指南針或者叫做羅盤 有那個我們才比較好確認自己的方位啊 真的真的必須要有那一個啊 不然的話真的 看這個太陽的位置實在是令人無法捉摸啊 因為在可能他有點現實 呃跟實際的狀況一樣吧 因為在現實世界裡面啊 呃我還是先確定一下這邊我自己的方位在哪裡好了 看一下 從這邊這樣子過去的話 也就是說我是直接太陽如果從這邊下去的話 我是背對著他往這邊滑的 所以下一次我就到那個島上去 如果說想要回來的時候 我就 呃可能根據 就是日落的地方我再滑回來就行了 不過根據他不知道會不會有季節性的問題喔 根據季節的不同他太陽偏轉的角度也會有一點不同 在現實生活中是這樣啊 這邊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會不會有季節的轉換然後導致那個太陽太陽可能有一點角度偏移這樣 啊 好煩啊 哈哈哈哈 他居然不是 好吧 他不是這樣從正東邊起來從正西邊下去的 還蠻寫實的嗎 應該是根據現實的狀況來考量 欸 這鯊魚好像沒見過耶 等一下那是鯊魚嗎 他的尾巴不太對耶 我稍微看一下你是鯊魚嗎 是耶他是鯊魚耶可是 欸 是虎鯊呀 是虎鯊呀 我怎麼會認為我沒見過的 他是虎鯊沒錯呀 只是剛剛看他的那個尾巴感覺怪怪的等一下 我如果說是像這邊的話 太陽從外面下去嗎 我要往這邊這樣直直滑過去是那一邊 欸 結果月亮就是從這邊起來了 等一下奇怪了 奇怪了 真的耶 大家應該剛剛看我 根據那個太陽那個方位 所以我應該是往正南邊滑動了才對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這個太陽的位置 似乎啊 不太能夠用來辨別方位喔 因為我應該是從 往正南邊的方向一直滑 然後我最後滑回來這個島上 就是我認為的正南邊 但是那個時候太陽是在我的西邊 也就是在日出的 不是 在日出的時候太陽是在我的左邊 但是現在月亮升起來了 太陽居然是在我的正前方 啊 這個方位的判斷已經是非常的詭異了 如果沒有一個那個 真的不行 沒有一個指南針真的不行 可是又沒辦法有指南針 啊 天啊 那我只能夠就這樣子啊 直直的滑過去 然後說 看我是在哪一個 岸上停的 然後我就再從那個岸上直直的滑回來 我應該就可以回到我原來的島上了 正常來說是這樣 欸 前面的島 還好這個距離並不長 這個島好像很近 我才講一點點話而已 就快要 他的那個實體就已經刷出來了 所以他還算蠻近的 只是路上看來好像也沒有什麼沉船 呃 沒有沉船就沒有辦法搜刮到裡面 看有沒有指南針啊 或者是 那個水桶 沒關係 再滑滑看吧 也許是因為天色暗的關係 看不太清楚那個 氣泡 這個島不知道沒有來過 不過距離蠻近的耶 先來這個島上收集資源應該也不錯 如果沒有水桶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先 拿一些椰子啊 多拿一些椰子回去 這樣才有水可以喝 然後再看看身上有多餘的空間的話 我們再多拿木棍回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基地呢 再把它加 加大 加大 再加大 欸 在我的畫面右上角那邊好像有一個 那是石頭嗎 還是說是有船在那邊啊 天色太暗了很難看得見喔 說真的這個時候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像這樣子天黑 真糟糕 先放置在這邊好了 希望它不要飄走 這樣我應該直直的往那邊去 那個就是我原來的島 應該沒錯了 希望它不要亂飄耶 它亂飄的話就不好了 我還是丟一把刀在上面吧 這樣它應該比較不容易會 比較不容易會亂飄吧 太擔心了 如果又回不去的話 哈哈哈哈 像我如果 像我上一 像我剛剛 呃 看到我回到自己原來的島上的時候 是多麼的高興啊 果然人是需要有家的對不對 人終究還是需要有家的 有家才好 這手電筒不知道會不會有電力的問題 多拿一些這個吧 然後 那個要不要把它劈下來再說了 繩子的話不用拿了 繩子的話因為家裡都有 家裡那邊有那個繩子 雖然說它長得有點慢 不過也不要說計較太多了 呵 那在這邊可能就會待到早上吧 這邊待到早上 然後看看太陽到底是從哪邊出來的 必須要在這邊待到早上 看看太陽到底實際上從哪邊出來的 我才能夠確定 到底這個太陽的位置什麼的是 是個什麼狀況 哈哈 等一下那一顆不見了 有一顆不見了 欸被我撿起來了 好沒事了 原來是在一瞬間被我撿起來了 還好 多撿一些木棍嗎 哇 這邊好多喔 地上散落的石頭啊 木棍好多喔 真的耶 好多喔 真不錯 還好有手電筒對不對 晚上的時候看的時候比較不會暗 不過就是這種 旁邊很暗然後中間很亮這種視差 這種視差 有的時候有些人好像也會看了眼睛會不舒服吧 對不對 不過這個也沒辦法 這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哈哈 我看一下我的飽食度什麼的啊 啊 都降了好多了 所以我可能要先 吃點東西喝點東西吧 在這在這上面 然後我可能就等 呃 砍一點樹然後等待日出吧 對砍一點樹下來等待日出就行了 這個直接砍了不要爬上去 以免又甩下來 喔好的我終於是待到了早上了 然後現在的話我的飽食度跟口渴都還好 因為我有啊先弄了兩顆椰子來吃 然後我覺得說 我應該呢要帶一些這個葉子回去的 但是在這之前呢我應該要先 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確定一下 我的島應該是那一個沒錯吧 不要說記錯了是 這一個還是那一個呢 應該是哪一個 我應該從那邊直直的過來的 才會在這邊靠岸的 對應該是那一個沒錯 不會是這一個啦 所以是那一個 所以說太陽的話現在又從這邊出來啦 太陽現在又從這邊出來啦 哈哈 太陽從這邊出來 然後到時候太陽呢會從這一邊下去喔 他好像總共就揣轉了90度角而已耶 總共是90度角 並不是我們所想的日落的時候的太陽會從這一邊下去 而是從這一邊下去 天啊 他 他真的有點偏啊 哈哈 好吧好吧好吧 他有點偏 好啦 那重點是現在是天亮了 我要看這周圍呢有沒有一些沉船在附近 然後我可以去搜刮一下的喔 那所以我才會先把葉子呢 暫時先往地上這邊放 我要留身上的空間出來 然後 看看會不會有船 好像有看到吧 但是 但是真的有嗎 好像又沒有了 好像沒有耶 對好像沒有 不會吧 這附近沒有船的嗎 這附近沒有沉船什麼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也也沒辦法 好像沒有耶 晚上看不清楚白天來看結果 才真的發現是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好吧 所以我們現在只好先回去了 哈哈 我們早點滑船回去了 然後把東西稍微先丟一下吧 整理一下這樣子 啊 我就把葉子拿回去好了 因為葉子的話也是從樹上才有 那數量也是蠻稀少的 然後我們像什麼屋頂啊 還有牆壁啊 床啊應該都是需要用到葉子的 那床已經有了嗎 主要應該是屋頂還有那個 牆的部分 是需要這個葉子的 OK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拿著 這個也拿著 所以是往這個方向去了 沒有錯 走囉 哈哈 好吧 終於是滑回來 然後 剛剛我就是奇怪 我原本從這邊要出來的時候 不是 海岸就是那個沙灘上面有很多小石頭嗎 或者是什麼 撿不起來的那種大石頭 就剛剛一看居然沒有 因為是他都還沒有刷出來啊 他以為我真的又滑錯島了耶 應該不會了才對啊 還太好了 終於又沒有迷路的回來了 所以 終於又在我這個溫馨的家裡面 哎我終於又回到了溫馨的家 是的 懸空的這個樹 太棒了 啊我終於又回來溫馨的家了 啊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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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真的我們得找點有水桶啊 有水桶我們才可以那個有水喝嗎 然後鯊魚的話就 吃這個鯊魚的話就可以有肉了 就可以補飽食度了 那但是還是需要說 水桶然後拿來煮 我們才能夠有水可以喝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那我已經存活了11天了 然後終於是又回來了 然後把東西再稍微往這邊丟一下吧 所以這一集的話呢 就是先到這裡結束了 哇石頭超多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怎麼 我都撿了這麼多石頭回來啊 到底這是要幹什麼 好多東西可以做 真的蠻多東西可以做的耶 哈哈 撿了一堆石頭回來 太棒了 OK還有一堆的木棍 所以下一集的話 一開始我們應該可以暫時呢 先把這個基地呢再一次的再加大一下 然後 椰子這邊的數量呢 目前看來我們還有八顆 我們還有八顆椰子可以喝 所以應該可以撐過一小段時間的 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暫時也還沒有說 差多少 所以可以先把這兩片給吃了 OK 所以呢 所以下一集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弄這個基地吧 再把它弄大一點看看會怎麼樣啊 然後之後呢我們再出去探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桶吧 或者是那個海上堡壘到現在都沒看到 好的 所以這集在這裡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了 拜拜